女星陈妍希过去凭借电影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 或封为初恋女神 不过后来她与陈晓合作出演新版《神雕侠侣》时 因天生自带的大圆脸 搭配不合适的妆容和造型 遭到全网的嘲笑和吐槽 直呼小龙女变小龙包 虽然陈妍希的包子脸看起来不仅可爱又动灵 但是也为她带来不少困扰 除了总是被网友们说胖之外 小龙包这个称号也成了她一直甩不掉的黑历史 不过近日在节目《少年行》中 身穿古装的她不仅温婉又美丽 连包子脸也塑成了瓜子脸 完全摆脱小龙包的形象 此外有网友分享了偶遇陈妍希的身图 直见已经40岁 她皮肤依旧和年轻史一样白皙紧实 笑起来也很甜美 让不少网友沦陷在她美貌 纷纷直呼她的颜值仿佛回到了沈嘉宜时期 再次对陈妍希心动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